大家好, 歡迎收看《上進生活》 我是Cony, 王子盈 再過多幾個星期, 就是農曆新年 如果大家都想在猴年行好運的話 我今天請來的這位嘉賓 絕對幫到你們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凌凌師傅 來旺一旺我們的節目《上進生活》 凌凌師傅, 你好 你好, 芷妮BB 大家都很幸運, 像你這樣 這麼旺, 全個猴年最好旺到爆炸 我想知道本命年猴年的朋友 今年的運勢如何 縮後的朋友來到後年 所謂犯本命年, 是犯太歲的一種 中國人說一起黨三災 無喜是非來, 太歲當頭坐, 無喜必有和 犯太歲的朋友 如果有傳統的大喜事充喜 包括結婚, 添丁, 賣樓, 當然最好 但如果你說暫時未能有這類喜事 那就要有心理準備, 今年是變化多一點 幸好都有漂亮的星照著 有文昌星和歲假星 文昌顧名思義是讀書考試, 升職特別好 如果想進修一下的朋友 我覺得在年份進修, 把握一下也好 而至於歲假星是甚麼呢 歲假是以前皇帝出巡 大家都覺得你的表現不錯, 都欣賞你 所以事業運仍然不錯 要小心, 反而本命年容易胡思亂想 情緒低落, 還有今年有劍峰星 劍峰是代表金屬受傷, 容易受傷的星 有這個星一定要小心健康 最好過了年捐血, 洗牙, 以保平安 那熟雞的朋友呢? 熟雞的朋友來到後年, 算是數一數二的好 因為它有太陽星照著 太陽是男性的貴人星 如果做的生意和男士有關 譬如汽車、 音響、 模型 以男性顧客為主的生意 今年可以說是財源滾滾 除了太陽星之外, 還有天月貴人星 今年做事的確是順利的 太陽仍然照遠不照近 所以如果拓展海外市場生意 今年是最適合不過的 今年要留心, 就是有咸似桃花這個星 咸似桃花其實是一些不穩定的桃花 虛幻的桃花 但我建議有這個星的朋友 其實可能多點去一些喜慶場所 或者很熱鬧的地方 例如馬場, 認了這個桃花星 反而對自己的運氣會好一點 就是說如果今年的桃花這麼暢旺的話 多點見人, 做一些見人的工作 財運也算是不錯的 要留心的就是今年的而 確有少許人際關係方面的小麻煩 忍讓一下吧 我有親戚是熟狗的 熟狗的朋友好暈嗎 熟狗的朋友經歷了去年的犯太歲 很多朋友都很一般 來到今年比較穩定、開心一點 雖然今年沒有吉星照著 傳統上熟狗沒有吉星 借回熟龍的星過來 借了一個華蓋星 但借過來的星只有三成的力量 這個華蓋星是代表著藝術才華的發揮 本來華蓋是什麼呢 原來是皇帝出巡時的那把羅傘的傘 大家都很欣賞它 覺得很美 但就有孤方自想和獨行獨斷的意思 這個星是非常不利桃花的 不過如果你的工作是和藝術關係有關的話 譬如創作方面的東西 今年的確能發揮到 要注意就是今年有天哭星和月薩星 月薩這個星是代表著女星帶來的麻煩 今年盡量不要跟女生一起夾粉做生意 自然人際關係就好一點 還有做個豹尾星 你踩到豹尾 豹咬你一口 記得做人做事低調一點 這樣才沒有小癮的 好,讓我提提熟狗的朋友 我們先趕著三個生潮 稍後回來再和大家上進生會 回來上進生會 繼續請教玲玲師傅 剛才我們說了三個生潮 到屬豬的朋友了,他們運程如何 屬豬的朋友 來到後年輕微地扮太歲 這個叫害太歲 害就是被人陷害 今年人際關係方面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小心一點 因為還是有少許小癮 做人做事低調一點 幸好今年有泰陰星 泰陰是一個女性的貴人星 如果你做的生意是跟女士有關 包括美容、化妝、女士服裝 今年可以說是財源滾滾 同時泰陰也是一個財星 不過這個財星是慢慢來 不是急進的 所以不要太過進取 幸好也還有一個旺自己的星 這個星叫做玉堂星 玉堂這個星代表著金玉滿堂 今年財運的確是不錯 可以的話 我覺得今年做一些保守的投資 自然有回報 同時今年有貫索星 貫索是不可以跟別人合作投資 因為這個星代表著金錢瓜葛 因財失意的情況出現 要小心就是今年少少的人際關係方面 儘量做少點中間人 那屬鼠的朋友今年是否很旺 老鼠在猴年數一數二旺恭喜你們 因為老鼠本來和猴是好朋友 而且今年有三台星和將星 三台代表著步步高星 好像樓梯街一樣 今年無論事業運、財運和感情運 都有進步的空間 同時今年還有唐扶星 如果是做一些民職的朋友 今年都做得相當不錯 既然有三台星和將星 我就建議今年在投資方面 可以進取少少都可以 而將星本身是非常有利 一些做無職的朋友 譬如做紀律部隊、消防、警察 這類今年領導才能得到發揮 要小心就有五鬼星 五鬼這個星是代表著二神二鬼 在人際關係方面 你開始懷疑對方 記得坦誠相向 而官符星代表官非 看清楚文件合約的東西 就比較穩妥 那屬牛的朋友運勢又如何 屬牛的朋友曾經在陽年 經歷了蔥太歲 很多的變化、利利合合 當然有些朋友結婚 今年就可以延續起庆 去年結婚 今年添丁都是不錯的 但有些朋友分手 今年就有一個重新開始的年份 今年有天起星 代表著起事重重 你容易在起庆的場所 遇到一些合適的對象 而且今年就算是剛剛拍拖 忽然很快有起 那你自己預備一下 如果不是的話 很容易傷起臨門 另外還有月得星 是貴人星 同時有國印星 國印是一個掌管權力的歲印 今年會升職加薪 還有真正的實權是多了 要小心就是今年有小號星 小號是一個小的破財星 在財運方面 我們依然要小心點 兼且投資就要保守點 但小的破財星是可以化解的 破一下歡喜財 做多些善事 買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自然開開心心了 謝謝玲玲師傅 我們先說六個生肖 提提大家 2月10號大年初三 在沙田馬場有很多精彩活動 包括無位入場的朋友 得到勝利不一知 還有齊天大勝郭富城 和大家歡道後年 還有人氣靚聲王鄭少秋師生 和大家大唱賀年金曲 聽起來都高興 知道還有玲玲師傅 你當日都會在現場 沒錯 我設計了一個金喉大勝招財陣 我們用花果山、美喉王 以及水廉洞這些概念 做了一個旺財招財陣 大家可以多走多走 因為裡面有很多吉祥物 另外還有旺正財、偏財、健康 桃花運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 同時我們有一些懸學的講座 分別在不同的時間段 要留心自己的財運的話 一定要過去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要定大家 大年初三位沙田馬場見 下一集再請教玲玲師傅